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时日报道 在俄罗斯时日袭击乌克兰多地后 有白宫高级官员告诉该媒体 在过去的一夜里 美国白宫一直在密切干注相关消息 并声称该事件令人不安 包括法新社英国天空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在内的多家媒体 早些时候消息中 乌克兰多座城市时日清晨发生爆炸 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 该事实中心发生多次爆炸 BBC称这是基辅数月以来首次受到袭击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也发布消息称 乌都座城市遭俄导弹奇迹 有人人伤亡 俄新社还报道称 奇迹基辅的导弹中有一枚导弹落在泽连斯基办公室附近街道 综合塔斯社俄新社最新报道 俄国防部时通报称 俄军当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 通讯设施以及军事管理设施实施的打击 所有目标被击中 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本次对乌克兰实施打击的目标已达成